当波篮球快信 星期四早早NBA常规赛继续有好戏上演 太阳和勇士将在太阳主场展开太平洋区内战 太阳终于结束四连客之旅回到主场作战 但周居劳顿的赛情令到阵中球员身心疲倦 这次面对近期势头有所回勇的勇士 太阳都是不宜过分高估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太阳四连客之旅只收获一胜三负的战绩 最主要原因是基斯保罗在这个期间第一场就因伤退赛 导致近三场都未能够出场 在基斯保罗未加盟太阳之前 迪云布加和迪安祖艾顿这个配置已经验证过很难赢球 基斯保罗这类超级控围的到来 将这个内外组合串联起来 打得风山水起 今场基斯保罗已经升级为上阵成儀 但蒙特威廉士深知这位37岁老将的重要性 就算复出都肯定保守使用 另外太阳近五次半场落后的比赛 最终全部输球 侧面都反映出球队在比赛中后惩罚力 太阳金泡都是难记厚望 阵容方面 卡美朗庄迅因伤倦勤 沙美受到脑震荡的影响无缘出战 高达就递交左交易申请无限期缺席 上场基里汤迅因伤缺战 今场升级为上阵成儀 佐敦普已被提上正选 带领勇士重拾 三节打卡 全场交出36分 两次助攻同三次偷球的数据 帮助球队132比95击退马赤 全队母球员出场时间超过30分钟 对于安祖域建斯同时提分居里的体能状况 无需怀疑 而勇士比起太阳更具备优势的一点是体能的储备 过去五场比赛球队都留在西岸打球 避免了远距离的飞行 另外特雷蒙格连拳打佐敦普尔的事件已经淡化 阵中球员已经开始习惯特雷蒙格连不再在更衣室里面 对于比赛的一些看法跌跌不休 球队已经摆脱季初的低迷 慢慢步上正轨 现在勇士正在围杀入西岸前八二奋斗 就算现在排名西岸第十二位 但都只落后榜首的托方者四个胜场 这个都看得出今季西岸的竞争是多感激烈 值得留意的是 今季打得懵懵懂懂的詹士维斯文 已经被下放至发展联盟 他今季一旦上阵 就会变成勇士其他球员的恶梦 这举动将会振奋军心 阵容方面 赖恩·罗莲斯同样被下放到发展联盟 保迪云和伊古奥达拿恩相决战 想看精彩的NBA赛事 就看M直播啦